好, 乾杯... 今天蓉姨母子重逢好日子 我謹代表三多同仁公祝你們 幸福快樂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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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阿光, 你吃菜, 不要客氣 當是自己的家就行了 是呀, 光哥, 你真是不客氣 這些菜全都是 媽媽和蓉姨的拿手好菜 真是手快又手蠻霧 是呀, 媽媽, 讓你們吃光 媽媽, 吃蝦 是呀, 乖 你看, 蓉姨笑得多燦爛 十足的鴨頭 坐著幸福兩個字 原來蓉姨叫蓮子蓉 別號小甜甜 我真是沒見過蓉蓉這麼開心 其實一隻蝦 我不知道吃了多久了 謝謝 光仔, 你以後就要多上來吃飯了 讓你媽媽開心點 整天就像蓮子蓉那樣笑容 是呀, 光仔 以後下班了 隨時上來吃飯 無任歡迎, 不用客氣 你們每個人都對我這麼好 我怎麼會客氣 我不知道多羨慕你們 一家人這麼熱鬧這麼開心 熱鬧?還沒算 還有我女朋友做任務 還有兩個姐姐和姐夫 還有舅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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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 導遊 gaan, 亦要上班了 阿北快就想要上班回來 光仔, 你以後怎麼出來吃飯 再要來就好了 別買再很多禮物 really 很感謝他們 pump company efficiency,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 其實小小禮物 算什麼 我要謝謝你們照顧媽媽這麼久 其實我不知怎麼報答你們 如果真的要謝謝 就能感謝你們的舅舅鋪叔 全靠他們是상 imprint的人才能好 是呀, 其實也不可以 說是我的功劉 應該說是, 蓉蓉和阿光兩個 福分緣分 那倒是呀 他們兩個分開了這麼久 都可以見面 這真是天意 我幫你回來了 好, 蓉蓉, 不好意思 我們早上開飯了 沒等你, 等我把飯拿來送給你 蓉蓉, 你慢慢吃 我自己是拿的 來, 蓉蓉, 讓我幫你 謝謝, 蓉蓉 來, 坐一會兒 好, 坐吧, 雙雙 雙雙, 我介紹你認識 這是我的兒子, 江仔 她叫做雙雙, 你們都沒見過面子吧 雙雙是我妹妹的女兒 她是召臺做的 好, 那我叫你雙雙 好 來, 吃一會兒 來, 蓉蓉, 蓉蓉 來吧, 江仔, 吃一隻乳鴿 你很喜歡吃的 我記得你小時候 那個小手拿著乳鴿腿 這樣咬咬咬, 幾乎連骨頭也想吃了 江仔 不用用筷子的, 吃乳鴿 拿個手學得你小時候 吃就行了, 別害羞了 來吧, 讓阿福哥來示範 阿福哥來示範 江仔, 你的手怎麼這麼黑 很髒, 你快去洗一下 廁所仔在那兒 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印刷廠做 經常碰到油膜 怎麼洗都這麼髒 其實呢, 做你們印刷的行業 也很辛苦 沒辦法了, 誰叫自己讀書少 年輕時要出來做事 打算找一行, 從學師學戲 都算是好好的 現在又是旁身 那就不要緊 年輕人只會肯做肯學 大把前途, 用心就行了 是呀, 我一定會用心的 我一定會存很多錢 將來好好的照顧阿嬤 蓉蓉, 那你放心吧, 你們倆母子 是不是分割得太久了 為甚麼一點都不像樣子 哪有呢 我覺得他們兩個 簡直像得不得了 十足十一個餅刺的樣子 我看見阿光仔那時候 還是孩子那時候 還沒看見我現在這麼像 是呀 是嗎 是呀, 阿光仔不像我 我說他比較像死鬼老爸 是不是 蓉蓉, 老公那時候就很省眼 那當然了, 要不然怎麼娶到 阿菇這麼漂亮的老婆 是呀, 阿光仔, 阿光仔, 很誇張 蓉蓉, 其實你找個小巴站 放下我就可以了 用不著這麼遠路 特意載我回到元朗 不要緊, 也不是很麻煩嘛 那倒是呀 有甚麼要緊, 反正可以有空而已 那他開車了 有路送你回到家門口 好, 你明天要上班了 這樣不夠睡就行的嘛 早點睡吧 你聽呀, 阿光仔, 你媽媽多用力 當你是十塊兒子, 你不吃你 整天怕你餓了 怕你懶惰了, 怕你懶惰了 對了, 那你日後做的印刷 是不是很辛苦的 其實日後的那份工作 不是很辛苦的 不過如果說開了晚上的工作 那就很辛苦, 沒甚麼教訓的 這場是要做檢職的嗎 那你晚上做甚麼工作呀 對了, 開的士 本來今晚要開工的 幫我來吃飯, 推了沒開 阿光仔, 你日又熬夜又熬 那就很辛苦 好呀, 欣賞藝人的身子呀 說你不是熊熊的兒子 都很難 你看你這母子, 一樣就像我那樣 不斷勤力, 不斷勤力 沒辦法啦, 為甚麼他自己讀書 希望拼命一點 找到幾分檢職, 儲得個錢的話 希望買一輛的士, 過一下審判 要買一輛的士呀, 要多少錢呀 現在買的士, 值兩百多萬的 其實原來有這麼多錢 首期也要交二十幾萬 我還是回夢算的了 原來有錢買得起的 蓉姨, 你廚房的煲湯是你煲的 還沒關火呀 是呀, 為甚麼這麼晚煲湯呀 留在做早餐呀 不是, 那煲湯我煲給阿光仔的 那個傻子一熬夜熬 都不夠睡 那我就明天煲湯 拿去給他, 讓他滋潤呀 你還要拿去元朗給他呀 為甚麼你真是二十四孝呀 阿倩, 我有件事想問問你 你還記不記得 以前我們不是有個街坊 開的士的嗎 我聽到他家裡還有幾架的士呀 是豪叔嘛 他現在偶爾也有來三多吃午飯的 是呀 你還要找他嗎 阿姑, 你想買的士給江仔呢 你知不知道 買的士現在多貴呀 我知道, 所以我現在在考慮呀 因為江仔他真的很恨有的士 而且我又不想看著他 現在捱成這樣嘛 那也對, 你們幫了年輕人 就像我們那樣的年紀 老人家, 好不好聽呀 有甚麼事呀, 錢不帶就走呀 拿出來幫了年輕人 還不錯呀 而且他是你的親生呀 大娜娜這麼大筆錢呀 又是他辛苦苦地存回來的 是我就不捨得了 而且又是剛剛才見面子的 其實拿錢出來買的士也好 就當投資保值呀 不會就沒錢了 阿海, 原來你的贊成阿姑賣路呀 阿楠, 你怎麼看呢 也好, 只要蓉姨你開心 你就這麼做呀 蓉姨是不是有甚麼不妥呢 這麼晚都不睡 當然找江仔開心也睡不著了 他真是開心得了 你猜他怎麼說呀 他說要把錢拿出來 買的士給江仔駕 甚麼?他首期也要二十幾三十萬的 那倒是呀 蓉姨那些錢 是他自己辛苦苦地存回來的 現在江仔不斷說一句話 她就說要拿出來給他用 我也替蓉姨肉赤了 可是沒理由說 叫蓉姨不好呀 沒辦法呀 人家做父母都是為自己的兒女作賞的 別說蓉姨呀 你看看你自己呀 兒子做生意也好, 買樓也好 你就把自己的士多錢 出來貼給他們用 沒辦法了 看蓉姨自己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 好客人, 最近好像沒甚麼漂亮的東西 哪一隻又好看得到呀 懂得騙人呀, 買多少錢呀 別騙騙的聲音這麼難聽呀, 翠水光 你認不認識貨呀 我這隻漂亮的東西 買三千塊錢的 你不是買就拜託你等下 免得有人跟著手下腳 打破了我的 現在我又說不買嗎 老實說, 我今天就要 找一隻正的東西送禮的 三千塊錢, 我嫌弱呀 吹水光, 在這兒吹水又不抹嘴 大牙牙幾千塊錢 你拿去送禮? 發達, 今天你瘋了 我瘋了, 我說你瘋了 你有沒有聽見過 拋磚引玉這句話 老實說, 我想發達的 扔三幾千塊錢出去 拿幾十萬塊回來, 有甚麼不好 有沒有這麼好處的東西 看你的樣子也不像變得有人走 我不走運幾千塊不要緊 我兒子走運就行了 老實說, 現在我的兒子 多聰明, 多聰明 你知不知道 他的嘴巴 聰明得哄得毛, 飛到上天就行了 你兒子算了行 去做武男和古井嗎 我兒子要怎麼做這些 只認多個老母子就成功了 老母子都認得了 老母子都可以隨便認 那爸爸呢? 不如叫你兒子 認我做爸爸吧 有空幫忙看看也好 老實說, 如果你養得他起來 時省點水來洗一下 我們也不去 看起來不太好 這兩隻差不多而已 差不多, 你看清楚點才說 這隻賣五百, 這隻賣三千元 說得差不多而已 差得多遠, 好了 其實這個老母子 哪有識貨的 總之隨便是用 兒子送的, 便笑矇眼了 隨便吧, 隨便吧, 也是這隻 也是 只有四塊水 就這樣四塊水就算了 怕了你 過百元都限了 我招了一餐燒餅也好棒 老母子, 是 我時間到了 這裡有湯, 你自己喝吧 早點回來 老母子, 我去哪兒 你去哪兒… 怎麼這麼緊張, 這麼躺著 怕我走路嗎?我去拿錢 老母子, 不要去 說不定這次真的要走路, 坐下 坐下, 不要去 甚麼走路 老爺, 甚麼事, 老爺, 為甚麼要走路 你大爺壞了, 碰到正的叉燒病 撞到就撞到, 打個招呼就行人了 何必這麼騰雞 你可不是這個吹水公 尤其是到處亂吹亂說話 被人聽好了 是嗎? 完全不關我的事 其實每天都是那個古玉疹 我就是想去買一隻玉額 讓你哄個百姨婆 為甚麼硬是這麼老我聊天 一時很快就說多了 你還說那個叉燒餅 原來蹲在我旁邊聽見了 這次一定會被刺到 不要去, 不要去, 要小心一點 是呀, 兒子 不要了 我想老爺不會再相信我們了 是呀, 好了, 兒子 是呀 你倆都很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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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被爭, 沒問題的, 沒人理這些 阿龍, 還是不好了 是呀 不怕一萬, 最怕萬一的 想清楚才好 我真是怕萬一 以後都沒有人給我這些 一搭二搭的錢 真是慘了 這麼搭水的 那個死胖婆塞給我的 還有, 我不斷炸一下 還說沒有湯水喝 整鍋湯都送進來元朗了 今天又約好了 帶我去看一架二百萬的的士 錢呀, 二百萬, 礙頭礙頭 阿龍, 還是不要去吧 不如就這樣算了 掠了這盆水和湯就算了 最怕一架的士還沒到手 被人踢爆, 要走路就死了 老爸, 你就是因為這樣 一輩子都沒有發達 我都說要賺錢的話 眼睛要看遠一點 總之這件事你們別管了 我會搞定的 你們喝湯就行了, 喝湯, 我走了 你真是一輩子, 青青藍 是呀... 油湯喝, 別浪費他 叉燒餅, 會不會是你看錯了 我怎麼會看錯呢 我只在他旁邊 電燈膽的眼睛看著他就沒有錯了 如果是他, 為甚麼他會說這種話呢 我也不明白 我後來問古玉琛 古玉琛說這個公叔出了名字 整家人都不做正經事 一味煞煞煞煞的 還有, 所有的街坊 都叫他吹水公 說他說話信不過, 沒句真 真的嗎? 那為甚麼牛叔 會帶這麼多人來我們 你幫我答上答嘛 這個介紹那個那個 介紹給他認識 你知道了, 牛叔在鄉下認識多少人 這麼多人不騙騙那個白爺婆 但是他說話有像層層的 連以前的事他也知道 蓉兒, 你也知道了, 蓉兒 到處哭怕這麼穩 誰人都知道了, 想騙他蓉兒而已 但是我就想幾個都不明白 為甚麼要騙那個白爺婆這麼沒良心 糟了, 這件事被蓉兒知道 他一定會很傷心 大受刺激 就是了, 阿蕃, 蓉兒在銀河的錢 全都拿出來沒有 幸好還沒 今天早上我跟他打保 那也好一點 要想辦法跟蓉兒說一下才行 這件事還要快 他們好像說去了看的士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阻止他們 汪仔, 那你對不對 如果是對的 就跟洪叔談談價錢 是呀, 你慢慢看 看得到才談得不遲 對的當然是對的, 那個這麼貴 那又怎麼樣 媽 還是不要買了 遲些讓我存夠錢 你再來看婆婆 你真是傻子, 我幫你 日薄夜薄 你也薄不夠錢買而已 媽媽在這裡, 那我可以支持你 我知道媽媽很疼我 但是要是你拿這麼多錢出來 還是不太好 蓉兒, 看你兒子多乖多聽話 才替他省著那個荷包 整輛車子送給他都說不要 真的很難得 我沒本事了 你看, 我只有買這麼便宜的 用給媽媽帶 可是媽媽帶我出來 就看這麼貴的車子 我怎麼可以義時秀呢 江仔, 其實我跟阿姑 都商量過了 打算買的士來當同資 不過我一直都在三多做事 沒空開車而已 那現在就對了 你又有興趣又有時間 那就當我們兩個夾份 買的士來做生意 你們去看的士來, 看得怎麼樣 江仔, 不知道你多喜歡的士 阿善, 我出去拿龍花 阿善, 麻煩你了 明天早上多走一趟 跟我去銀行 取消個戶口, 把錢都拿出來 把錢都拿出來 就是為了買的士 要不要急, 遲些才行不行 你不知道, 阿善, 我答應了 明天下訂的 豪叔還說如果車子不買 過了一年, 價格比較貴 蓉姨, 你戶口那些錢 是你辛苦苦存回來的 你要考慮清楚 兒子就先讓他捱一下 阿善, 你不明白的 阿蓉姨看得今時今日 才跟兒子在一起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說到銀行戶口的錢 我都幾十歲了, 有甚麼所謂 阿善, 我答應了他 說買一輛車給他 那如果我怎麼可以 忽然說反口又不買呢 這麼失信用, 不行的嘛 我知道你疼阿蓉姨 你當然要欺負我了 不要緊, 來, 乖乖的 給我聽聽我的錢出來 蓉姨,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的 甚麼 不過你一定要信任我 我也是為你好的 善, 你有甚麼就儘管說 阿蓉姨自小看得你大了 我最信任我就是你了 你有甚麼就儘管說 你...你不要把錢 買一輛車給阿光仔 就算真的一定要買 也不要寫阿光仔的名字 為甚麼 難道你和阿光仔 好像有點不妥 沒有, 你想想 你剛剛才跟他回應 他的背景是甚麼 他以前做過甚麼 他本身的個性是甚麼 你也不了解的 我還以為你擔心甚麼 你不用擔心我 阿光仔不知道多乖 來, 今天早上 他還買了一隻肉架給我 你看多漂亮 善, 怎麼了 你看看你的樣子 還在擔心甚麼 蓉姨, 你不要買的士給阿光仔 你相信我吧 我真的很擔心他不是你的兒子 阿光仔, 怎麼了 阿光仔, 怎麼這麼睡不著 早知道我不把這件事告訴你 免得你心掛掛掛了 這麼大的事 你也不告訴我嗎 我不僅要踢你下床 還要趕你出門口 好 我只是跟你說笑而已 用不著這麼懶惰 剛才跟蓉姨說了 我真的擔心他 現在全身不安心 你認識他, 他一定知道的 不用這麼緊張 我怎麼可以不緊張 蓉姨自小看著我長大的 而且他對我們家人都這麼好 我不可以眼白白看著他 被人騙這麼可憐的 老婆, 一定是阿家睡不著找你聊天 蓉姨 阿善, 我已經想得清清楚楚了 你明天替我銀行把錢拿出來 我要自己擺回來 無論如何也好 我也相信阿光仔是我的兒子 阿蓉, 怎麼這麼早 連茶都不敢就趕來銀行 還帶一群護衛隊似的 你要拿十萬九千七 阿家, 你別說那麼多 幹嘛, 這裡是銀行 又不是圖書館不讓人說話嗎 婆婆, 媽, 娥叔, 蓉姨, 早安 早安 石媽, 你怎麼這麼巧 在樓上下來 是呀, 我有些事要找姑娘嘛 蓉姨, 你是不是要拿錢 是呀 過來這邊, 我姑娘有空 早安, 早安, 蓉姨 謝謝, 蓉姨 請你給我看看 定期是今天到期 我想拿回六萬人出來 還沒到期, 今天拿不到錢 沒理由的 我明明那個寶寶寫得清清楚楚 我的定期是今天到期的 不是呀, 真的拿不到 我想你過兩天再來 阿蓉, 你是不是記錯了 浪費了我的骨頭 對了, 蓉蓉怎麼回事呢 有沒有記錯 明天再來, 蓉姨, 我們走了 走吧 我沒有記錯 我說是有人有心想搞錯 經理先生 怎麼樣 請你給我看看我的定期 是不是今天到期 我想拿回六萬人出來 是今天到期的, 我幫你辦手 謝謝 謝謝 阿嬸 這個是聯名戶口 一定要跟你一個聯名人簽名 才可以拿到錢, 還欠個簽名 阿倩, 那你簽名吧 我不簽了 蓉姨, 我們先回家 我們先說清楚 阿倩, 你先簽名吧 回家我慢慢跟你說 我等著拿錢給阿光仔 我不簽了 阿倩, 那不如我簽我自己的名字 我拿著一半, 行不行 不行 一定要簽齊兩個名字才有效的 阿倩, 那些錢是阿蓉的 那你就要簽給他 是呀, 媽媽拿錢給他兒子也不行 江仔靠不住的, 我不能簽的 阿倩, 我說靠不住的是你 媽, 別為了這種人氣傷自己 我好心赤腳 如果這次不是為了阿光仔這件事 我看不出阿倩是個這麼縮骨 還是我不好 上次沒有帶你回家 我以為你在這裡跟他們說心的 原來他們說金 都是阿光仔跟你媽媽有意 你一出來就像他照耀鏡一樣 是後是壞, 全都現了原形 你看阿倩, 不聰不聰 他有了你的小姐的遺傳 媽媽, 你是不是有很多錢 收在市場裡的 大部分都是我的薪金錢 我從小就當阿倩是我的親生女兒 我猜不到他今時今日想來謀我 你始終是跟別人打工而已 天下的市場, 十個做了個個都是壞的 我聽得同香港 香港有些市場 錢財是身外物, 帶不走的 坐在哪兒都沒所謂 最重要是媽媽的身體健康和開心 你聽得懂, 你兒子多懂人性 這樣才會像是我的話 早知道媽媽你為了我 要買的士給我 才搞得這麼多事 我就寧願顧窮, 一輩子做人賊 不要緊的, 就算天下奸的人對我不好 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我的親生兒子對得我好 就甚麼都會補給你 既然你知道那個兒子是假的 你應該告訴阿蓉 讓他不要那麼傷心 在銀行那裡唱大戲 你以為我想的嗎 你讓我靜一下, 家, 我現在真的很煩 是呀, 家, 你別再氣了 叉燒炳, 我炳得你少了 沒來聰明的, 你在古屋街那天見到那個人 你就應該人裝病惡 馬上抓那個老爸媽出來 當場對質, 那就行了 我當時見到他, 我也打過了 我甚麼都想不到 我還怕他認得到我 你怕甚麼, 你看得不打得的? 現在被人騙是我們阿蓉 你幾打都抓那個無牌貨出來 打完胸口打貴姊 爸爸, 甚麼東西, 爸爸 好, 阿蓉 阿蓉 這不是說打他們一生就可以解決問題 現在最大件事 蓉姨根本就不相信我說的話 我欲赤的嘛 騙錢是少 騙阿蓉的感情那個人 真是應該拿去打一把 謝謝你, 搞錢吧 你整個室過來, 你幫不算嗎? 女人錢都騙好人牛客 老婆, 老婆也沒有賣水給你的 我這樣數過才知道 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 你平常對蓉姨都很好 這個溫美十, 人家人一族 你...你看看 我發誓, 如果我騙阿蓉一的先 我躲在家裡的屁鬥都被你打 阿婆, 睡覺的時候通知才我走遠一點 你還騙阿婆是嗎? 說真的, 從小到大都沒見過蓉姨 好像最近這麼開心 我怕她知道真相之後就受不了 她現在好像中了降頭 當正那個是她親生兒子 阿倩, 你還是把錢給阿蓉 等她真的慣了 她就分得清誰是奸誰是中的了 家, 我們不能發貴氣這樣做的 蓉姨為我們家裡已經付出了大半生 我就是等於是她的子女一樣 她生生苦苦存回來的錢 我們眼睜睜看著她被人騙了嗎 我們別吵了 不如讓阿蓉回來和阿蓉商量一下 你知道, 蓉姨最疼阿蓉的 一定肯聽她的話 糟了 幹甚麼 幹甚麼, 你中溫雞這樣走進來 你怕我們煩得不夠嗎 不是, 蓉姨在這裡撿東西說要搬 阿蓉哥抓住她, 那怎麼辦 阿姑, 為甚麼突然要搬到江仔那裡住 阿蓉, 阿姑知道你乖 可是江仔始終是我的親生兒子 老來從子是對的 阿蓉, 如果你是有心的 就多放在江仔那裡探望阿蓉 阿姑, 阿姑, 別跑了 你等蓉姨上來再說 阿蓉, 阿姑心淡了 我不想弄得家蟲屋閉才離開 畢竟我對這裡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 哪兒有人想你走 蓉姨他們對你好好 蓉姨, 你別說這麼多 阿姑想得很清楚 阿姑, 不要 靖姨 蓉姨, 你送我說 那個江仔不是你的兒子 他是夾人來騙你的錢的 石頭, 你這麼說 就是我騙我自己的妹妹了 牛叔, 不是, 你別這麼衝動 你聽我說 江仔的爸爸我在古獄街遇到他 而且那裡的街坊把他家的壞事說給我聽 他真是你謀你們的 是啊, 蓉, 你發錯小孩了 你走不說錢不說 現在我老公說要拿點錢才說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你一家人合起來 蓉蓉, 我們不要做煙狗 牛叔 蓉姨 蓉姨 我已經老了, 可是我甚麼都不要緊 我不介意你們怎麼對我 我仍不介意我一毛錢也拿不回來就走 可是我終於找到有一點親情已經足夠了 你們不要再阻攔我了 阿蓉, 你真是老懵懂嗎 你不只老懵懂, 你還是瞎瞎 你是好是醜你也分不出 那個江仔他是無牌的貨 家人, 你別這麼衝動 有話慢慢說嘛 還有甚麼好說, 他要走就讓他走 家... 阿姑, 你相信我們 那個江仔不是好人 是, 為甚麼你會這麼說呢 阿姑教你, 做人要張心比己嘛 當你媽媽在大馬寧認婚的時候 他們這麼多人有沒有質疑過你被人騙呢 做男人應該胸襟廣闊一點 我知道你, 你是有點妒忌, 江仔 但是阿姑這一生人, 我一生一意照大了你 我對自己的親生兒子 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做媽媽的責任 至少我應不應該給他補償呢 當你媽媽認回你的時候 阿姑何嘗不是吃不安睡不下 但是我知道只要你開心 阿姑一生孤獨, 你有甚麼所謂呢 阿姑 阿姑 你們幹甚麼 江仔 我來接媽媽的 江仔 媽媽, 車在下面等著我們 走了 阿姑 阿姑 海, 你是阿姑臭大的 如果你明白阿姑的心 你就讓阿姑跟回我親生兒子了 阿善, 士堂, 小姐, 我走了 雙雙雙, 你是幫忙搬行李 那我跟蓉姨過去 雙雙, 我來幫你走 不用了, 我自己拿走了 這麼快, 我幫你拿 阿媽, 快點, 車在下面等著, 走了 阿姑, 讓我跟過去, 我想過去看看 阿姑 走吧, 走吧, 快點 各位, 我們先走了, 媽媽, 走吧 走吧, 車等不及了, 走吧 走吧, 走吧 好了, 金糖請包工來也不行了 阿媽, 喝杯茶吧 乖 幸好舅父在女館裡有事 要不是要你們兩個老人家 這樣搖車進來元朗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別這麼說, 傻子 對了, 我今天氣過兩次了 頭好像有點尺尺 心裡好像不太舒服 蓉姨, 那不如去看醫生吧 讓大家都安心一點 不用了, 乖, 蓉姨知道你乖 蓉姨, 不止我 還有姨媽, 婆婆和海哥都對你很好 還有, 你走開走才好 千萬不要以後都不回來 蓉姨, 你下來香港的日子前 認識人少了 有時候人的事不是只看表面 讓我把衣服收好 我先去看看 小小小, 聽說你做Call台的 是呀 平時幾點下班了 不一定的, 有時候很早 有時候很晚的 晚到一兩點都不奇怪 那就對了 你知道了, 一個女孩子晚上下班 很不安全 反正我又駕駛的士的 不如我們照你下班 順便請你吃宵夜 那還不安全 你真是會開玩笑 姑娘 甚麼事? 怎麼了? 姑娘, 這裡遠就遠一點 但是空氣好 還有, 我看過了 廁所的地板濕了水很滑的 你要小心點 還有, 元朗這裡你不熟路 不要到處去, 知道嗎 有甚麼要買, 叫江淨幫你買 知道了 如果悶的話, 三多找我 多遠我也陪你去 行了, 行了 是呀, 媽 其實我這個地方真是小一點 不過一家人能夠一起住 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沒用, 可是我會發憤的 我將來一定讓媽媽好好幸福 乖呀, 乖呀 這次你讓姑娘開心了吧 我能夠找一個親生兒子 就算我死也死得難閉 姑娘, 別再說這種話 是呀 只要你開心, 我又怎會不開心 是呀, 你看姑娘也很開心 我沒事 江仔還說他買過床單和皮膚給我 那就好了 姑娘, 我很久沒見你笑得這麼開心 當然了, 姑娘, 當然開心 對了, 海, 你明天有沒有時間 不如你馬上陪阿姑去銀行 把錢拿出來 順便幫我看看駕駛的士, 好不好 好... 要你陪阿姑來這麼遠, 麻煩你了 別這麼說, 蓉姨平時這麼疼我 我媽媽也沒有她對我那麼好 我從來沒當是外人 對了, 海哥 你真的想把錢給阿公去賣的士嗎 我這樣做也是想阿姑開心 可是我總覺得阿江不是好人 他整天不知用甚麼眼神看著我 還有, 他很輕浮, 我覺得他 就算是親生兒子, 也可能是壞人的 雙生, 我們沒做過父母 不明白兒女失而復得的感受 我只知道當年如果大火的時候 不是阿姑把我撿回去 我已經燒死了 福表哥, 真沒說錯 你真是全跑馬地的最後一個岸南 我們大陸出來的人 都不像你說話那麼老套 只要阿姑開心 花多少錢也不要緊 我只覺得不應該為這件事 令到全家人更開心 尤其是阿善姨 阿姑這樣傷她 她怎麼會說不心痛 阿善你 善姨, 吃飯了 今天晚上吃飯了, 婆婆天方下手煮的 阿海, 你坐下 我聽見了雙雙跟我說 她說你明天就陪你阿姑去落地 買的士給阿光仔 阿海, 要做個孝順仔不是這樣做的 你阿姑的錢是辛辛苦苦的儲回來的 抹抹咬開也有血有汗的 我不想她這麼大年紀 到頭來甚麼都沒有了 善姨, 你放心吧 我想過了 那些錢由我出 可是我會跟阿姑說 在她的亂名戶口拿錢出來的 就算是石沉大海 阿姑也不會血本無歸的 我知道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你見你阿姑生氣了我 你不想這個誤會繼續下去, 是不是 我是不想大家都不開心 明明是關心對方的 為了錢而相感情, 太不值得了 可是那個江仔是假的 他來騙你的錢而已 只要阿姑開心 就算是謊話 我也要她繼續說下去 阿姑足足扔了二十多年 雖然我們個個對她好像親人一樣 但是不可以跟曾三骨肉相比的 只要她不是太過分的 對阿姑好好的 錢又算甚麼 到時候她覺得無理可途的時候 她自然會找機會走的 對一個老人家來說 開心、健康和親情 比錢更加重要 阿海 你阿姑有你一個這樣的兒子 真是她的福氣 善兒, 先吃飯吧, 冷了 真是想不到 你居然會叫我來接你下班 那是呀, 兒子, 都喜歡有人接送的 你不喜歡這樣做嗎 喜歡, 你不讓我喝得多開心嗎 光哥, 我可不可以這樣叫你 可以, 你喜歡叫我甚麼都行 對了, 待會兒我們吃完東西 去哪兒 等你喝完我才告訴你 我知道 也好, 假正經 來…我喜歡…我夾豆蔥給你吃 這是杯子 不過不要緊, 我陪你多喝一杯, 來 來…我自己來就行了 多喝一點 對了, 光哥 要你陪我吃宵夜, 那你就賺很多錢 傻瓜 這些小意思吧, 我們賺大錢 甚麼大錢 這部的士, 真是我朋友借給我的 就是這樣 明天…明天我就有自己的的士 阿姨, 你說是不是很聰明 真的很聰明, 你有沒有騙我的 每個人都騙你不騙你 你騙過了很多人嗎 問這麼多人是甚麼 我沒有, 你知道 我們這些大老妹 大部份都是貪錢和現實的 你賺好了, 你貪錢, 騙人 是呀, 你不喜歡錢嗎 我是有騙人的 你就算騙人騙得多厲害 都不及得我了 你還騙過誰這麼聰明 不是聰明 是金牌老人, 你說多沒人 那有沒有容易這麼老 好啊 為甚麼我想甚麼你也想到的 你心裡想甚麼 走後肚真言嘛 那你告訴我吧, 光哥 我告訴你 我在想著 好像你一個這麼漂亮的女孩子 穿衣服不知道是怎樣的 太漂亮了… 你去哪裡 你想怎麼樣, 你別嚇過你 你給我玩吧 不如我拿一支貼上飛河山頂門 讓我看著我 一點兒… 靜色掌聲 你找人嗎 你找人看, 關心 你找人嗎 純色掌聲 有人有聲音 你真是牽刀 在一邊 … 你真的很難不… 他不問你 你是甚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